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2019年3月4日18点47分联合报记者陈俊志及时报道新北一名男子涉嫌趁侄女温习攻克时,贺令 侄女躺下让她吸水胸部,被指控妨害性自主后,还便自己只是一时冲动,但被新北地检署查出至少犯案5次,今天被依强制猥亵罪起诉 检警调查,男子去年3月间密集猥亵15岁的侄女,除了上下棋手,还明目张胆命令侄女躺下任期 摆布,据了解,少女曾向家人反映,但未获重视,最后弃得离家出走并报警,才让此事曝光 事件曝光后,少女也获得安置 犯案的男子到案后坦诚犯刑,公称自己是一时冲动,特有猥亵过两次,但其侄女指控次数不仅如此 下上其他家人也正称少女多次抱怨遭猥亵,最后被检方认定五次强制猥亵罪,且求处重刑 新北一名男子涉嫌趁侄女温习攻克时,贺令侄女躺下让她吸水胸部,被指控妨害性自主 联合报系资料照片分享分享分享留言猎译